12月13号,2019海峡两岸年度汉字在台北揭晓 困字以103万票成为今年两岸的年度汉字 据悉,2019年两岸民众总投票数高达1200余万票 创历史新高 最终困字从36个入围字中脱颖而出 那么事实上今年是碰到了相当多的一些 或许是阻碍或者是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 而让我们很多能够进行的事情不能顺利 那么所以今年把我们困住了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痛定失痛 或者是我们期望能够在明年的到来 我们能够开创新局 为何困字可以代言2019年的两岸关系 主办方解读困字的当选有风向标的意义 在台湾中国时报即旺报社长兼总编辑王挫中看来 困字精准概括了两岸关系在2019年的起伏 他认为两岸局势要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必须要有一些转变 现在既然两岸陷入一个困局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困境来解除 其实是今年汉字节最大的意义 那前面的这个阻碍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新的一年 我们这个自选出来之后 就代表这是今年的现象 然后明年就过去 我们期待两岸有一个柳岸化名的一个新的开展 汉字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符号 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 台北书院院长林古芳在受访时表示 两岸同跟同源文化血脉相连 因此汉字可以成为两岸交流中阻力最小 且能产生最大共鸣的桥梁 自2008年起 由两岸媒体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 历经11年 先后票选出震 升 涨 微 平 进 转 和 变 创 旺 等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